先准备一条臭粿鱼 家里边没有臭粿鱼的 我们用别的鱼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臭粿鱼的话 把臭粿鱼提前给它腌制一晚上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臭粿鱼就不会太咸 把臭粿鱼清洗干净以后 我们把臭粿鱼给它改个刀 在它的身上 我们用刀斜着 给它拉几刀 这样方便我们的臭粿鱼入味 一般情况下三刀就可以 同样翻过来面 对面也是三刀 千万不要给它拉断 改好刀的臭粿鱼 我们放了到一个盘子中 我们再准备一块五花肉 把五花肉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到五花肉丁放在一旁暂时备用 咱们在煎鱼前用厨房纸巾 把鱼上面的水渍一亮给它粘干净 这样我们在煎鱼的时候 就不会粘连也不会溅伤我们自己 全部擦干以后就可以了 咱们在煎鱼的时候第一步把这个锅呢 我们先给它烧热至冒烟底部发白 然后我们加入水游油 油量不要多一点就可以 把这油呢我们全部润到锅上面 这样呢我们在煎鱼的时候 锅里边已经粘了水游油就不会粘了 最后我们把这个油给它倒出来扔掉即可 然后我们再次加入水游油 油量可以稍多一点 把我们的鱼放入到锅里面 先小火给它煎制定一下行不要动 中间煎制的时间大约就是一分钟左右 中间煎好以后我们把锅 切动一下 煎一下鱼头 也给它煎一分钟左右 一定要小火千万不要大火 否则呢咱们这个鱼会煎糊 煎好鱼头 我们再煎鱼身 我们再煎鱼尾 也是同样的时间 煎好一面以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同样的方法把另一面我们把它煎制 鱼煎好以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锅里边留底油 下入我们切好的猪肉粒 把我们的猪肉粒呢 这个煎炒出猪油 如果炒好以后我们下入 大葱生姜干辣椒八角 把它们炒出香味 香味以后加入一些生抽酱油 把生抽酱油里边炒香 然后我们把煎好的鱼放到锅中 然后把煎好的鱼的锅中呢 给它简单先烧至一分钟 下来我们加入开水 水量没过我们的鱼即可 然后开大火把水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再加入一些白胡椒粉去腥 中火把我们的鲑鱼在锅中呢 给它烧至10分钟 直接倒打开锅盖 我们把冻好的鱼给它取出来 放入到盘子中 撒一些迷人的香菜 再浇上我们的汤汁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红烧 臭鲑鱼就做好了 今天煎鱼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相信您看到这里已经学会 如果您喜欢这道菜和煎鱼的方法 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